当时南宋的一位军事将 他这一顿炒鱿鱼 他这一个跳槽 复军损失了四万大军 还丢了十万百姓 那么这位力穷这位将军 他为什么忽然炒了宋高军鱿鱿鱿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说起职场 说起工作 有一句话 世界那么大 我要想去看看 相信大伙都知道 这个是好几年前的 这样一个网络的梗了 现在90后 00后已经踏入职场 那么这些小朋友呢 应该是更加有个性 我有一些同事 也是90后 00后 非常感应表现自己 绝对不愿意向生活低头 这个并不是说批评90后 00后 确实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就应该这样 毕竟呢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更好 如果咱们有一份工作 咱们天天不开心 身心受损 说不定都得抑郁症了 那真没必要继续受这份罪 所以说呢 现在的小朋友们 90后 00后 绝对不怕领导炒鱿鱿鱼 人家不开心 随时随地 能把领导给炒了鱿鱼 还巧了 1000多年前呢 有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谁呢 就是当时南宋的一位军事将领 这个人叫利琼 不过这位军事将领啊 他这一顿炒鱿鱼 他这一个跳槽 就让他当时的大领导 宋高宗 损失大了去 不仅损失了四万大军 还丢了十万百姓 而后呢 就宋高宗想的这事 毁的肠子都清了 那么这位力穷 这位将军 他为什么忽然吵了宋高宗鱿鱼呢 他要是如何跑到了 当时南宋的竞争对手 那方面去了呢 细节呢 如我慢慢到来 细讲之前呢 还是希望大家多发弹幕 我特别喜欢和网友啊 互相交流 而后呢 每一集都有一个彩蛋 就当做呢 对网友的回馈 我们上一集就说到 南宋这大将力穷呢 就收到他的眼线发来的消息 就是说他的直属领导 就当时南宋的兵部上书履址 在大仗里啊 给朝廷上表 不仅要取消他的兵权 还打算呢 还把他带回到杭州 实际上是准备 给秋后算账吧 还处理他 力穷一平啊 急了 你看我在前线血战沙场 为这个国家拼命 哎 现在你们竟然要密谋 还处理我 你削掉我兵权还不说 还要处理我 毕竟当时力穷啊 手下有四万大军 你说到哪儿啊 还不都是一方首领呢 干嘛在这儿收闷气啊 而且呢 还怕自己命不保息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于是呢 这力穷就准备啊 把宋高宗的鱿鱼给炒了 这哥们做事还特果决 因此呢 他就把当时在军营内的 这个兵部上书 啊 驴纸啊 扯在一块 想这个 拥着这个驴纸啊 去这个对岸的这个尾棋 刘裕那里去投降 一行人呢 哎 就往前走 走到距这个淮水啊 三十里出 这位吕尚书是宁死不屈 不再前行了 当时呢 他又在军中高呼 刘裕乃朝廷逆臣 军中启勿英雄 而随利穷 降贼乎 听他这么高声一喊呢 我们要知道 淮西军事啊 好多人啊 一直在和这个金军打仗 这个时候呢 不少人呢 被这个吕尚书感动 有几千军族啊 还利不行 在那也不走了 利穷当时心惊 他身怕驴纸啊 他打动了 说动了 身边那些军事 这些军事滑变 我们要知道 在乱世当中是经常性的 他就怕这些人再一滑变 把自己也给杀掉 于是他连忙向手下亲兵示意 他自己猛击夸下马 一下子冲着怀河就走了 利穷手下的亲兵 不敢怠慢啊 乱刀齐下 当时就把南宋这位兵部尚书驴子啊 这位文臣 砍死在当地 于是呢 南宋朝廷四万精锐禁驴 这个时候呢 忽然之间 他就变成 刘裕手下的伪军了 消息传出 那文臣张俊 开始也后悔了 悔当初啊 不用岳飞之言 宋高宗赵构 听到这个消息 是如丧肝胆 我们要知道当时南宋的全国之兵也不到二十万人 你看四万的川陕一带的百战精兵 就这样呢 一招生变 一扭脸呢 变成第一军了 不仅如此 利穷呢 当时还裹挟着十万怀西百姓 一起跨过长江 全部投靠伪齐政权了 我们想一想 南宋立国 本来就不富裕 一下子呢 你看军队损失了五分之一 现在呢 又损失了十万百姓 绝对是雪上加霜 这次兵变呢 史称怀西之变 不仅让赵构通心疾首呢 岳飞的这个北伐梦呢 哎 感觉到也要醒了 怀西兵变之后呢 还造成一个特别大的后果 就是高宗赵构啊 对手下这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啊 疑心越来越甚 同时呢 他心中又深恨 先前出搜族役的那个张俊 就是文臣张俊 不久呢 就找个借口把他给罢相 还算了 把他扁往偏僻之地 当时呢 还愤愤不平的表示 宁可亡国 也不再用此人 张俊 他的宰相的职位被罢免了 那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 正好呢 就给了一只苦事单单的秦桧一个机会 但秦桧啊 当时啊 也没有如愿以偿 马上就把那空给填了 他没当成宰相 当时宋高宗呢 又用赵鼎为相 本来张俊啊 先前把那赵鼎啊 给挤兑走了 而对于当时秦桧的印象呢 就认为这个秦桧秦大人 喜宁意志 平常就喜欢说那些奉承话 容易这个管他 所以张俊先前就推荐秦桧当书密使 如今呢 赵鼎当了宰相 秦桧马上落井下石 在苏光宗面前不停的贬低张俊 然后大肆讨好赵鼎 当时宋高宗啊 本来是把张俊秦桧一块都换掉 因为他们俩都是互相提携的 如今的赵鼎一看秦桧天天这么巴结自己 他就马上对宋高宗表示 秦桧不可另去 这个人得留着 当然了赵鼎这个时候没有想到 他实际上给自己啊 又培养了一个绝母人 因为一年之后呢 高宗秦桧二人一心啊 想和金国启合 又把赵鼎的相位罢掉 哎 又把他赶出朝去 秦桧一人独登相位之后呢 就大力提拔他自己的亲信 为那台建官 弹劾任何敢于反对合议的大臣 怀惜兵变之后呢 岳飞马上上书 就希望朝廷允许自己 率领军队马上去攻讨利穷 当时呢 朝廷不许 然后呢 下诏 命令他率领他手下的部队呢 驻施江州 网园怀浙啊 这一带地区 绍兴九年就公元1139年春天呢 身在鄂州的岳飞 听说啊 金人表示要归还河南地 宋军双方的准备一和 他就赶忙上书 说什么呢 金人不可信 和好不可示 相臣谋国不葬 孔夷后世纪 而当时呢 身为相臣的秦桧啊 看到岳飞这封奏书 心中马上对岳飞恨之入骨 绍兴八年就公元138年啊 左右啊 宋金都不签成那个合议了吗 当时那次合议呢 历史上成为绍兴第一次一和 因为这一年呢 因为这一年呢 又是金国的天剑元年 所以我们翻看金史 金史称这第一次一和呢 称为天眷一和 这次合议呢 就规定宋金两国以黄河为戒 金朝呢 就把从前刘豫所管辖的汉南啊 陕西啊 这些地方呢 都归还给这个南宋 南宋呢 向今称臣 并且呢 一定要每年交纳岁贡 淫捐各五十万匹 我们要知道了 这里可不是从前的岁壁 变成岁贡了 然后呢 金人答应 归还宋徽宗的子宫 就把宋徽宗的尸首啊 弄回来 包括呢 把高宗赵构的生母维侍也放回来 这次双方合议能成呢 主要是金朝方面 有一组合派 谁呢 大将达兰 这个达兰呢 又叫完颜昌了 他呢 是出于思念 为什么呢 他怎么想呢 以帝与宋 宋必得我 我把这些地方 给了宋国了 宋国呢 必然感激我 当时在打揽 就完颜昌就觉得 就可以把赵构 当成另外一个流域 我养这一儿子 然后呢 坐享金财宝 包括他们平时 对自己的美女啊 这些对自己的供奉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 就宋朝在当时的 祖和大臣秦桧呢 先前被俘之后 就一直在达兰手下干活 他们两个人啊 也有私人方面的身交 达兰这完颜昌啊 手握军权 在朝内呢 身任太师 又兼领三省市的 完颜宗盘 又跟他关系不错 因此呢 两个人联手 最终呢 使得当时的金西宗啊 就答应了 把这个合议的签成了 但是呢 令宋高宗和秦桧 啊 这个义军义臣万万 没想到是什么呢 一年之后 天眷一合啊 这末迹还没干了 宋金两国是风烟在起 那这究竟发生什么了 怎么两国又打起来呢 这不有合议吗 南宋这边啊 宋高宗秦桧 肯定是不想再战 但金朝那边变天了 因为金朝的主战派啊 是金乌珠 就是蜿蜒宗臂这些人 这些人不久呢 他们在政治上发动反击 他们就借无时谋反案 把这蜿蜒昌啊 蜿蜒宗盘 把这些派别 这些组合派一网打尽 由此呢 先前金朝组合派签下的 天眷合议 自然就撕毁了 于是金军就重新攻占了 本来就是前前归还给宋朝的 这些河南等地 宋金双方呢 战事又起 竹篮子打鼠一场空 宋高宗这时候也没办法 只能是强打精神 下招啊 让那些各路大将领兵抗敌 古往今来 我们都知道 这个提升打工人的志气 怎么呢 无非就是升职加薪 当时宋高宗召构 为了安抚各路大将 让这些将士为自己卖命呢 他就为这些人都加官 给当时的少师京东 淮东宣府处治史 韩世忠呢 加特为太保 兼河南北驻禄朝陶史 封英国公 加少父淮西宣卫史张骏 为少师 兼河南北驻禄朝陶史 这个张骏是那个丹利人的郡 是个大将 封济国公 加武圣定国军节度史 湖北京西宣府史 岳飞呢为少保兼河南北驻禄朝陶史 哎 就是荣贤一大队 当时岳飞领命 哎 他统领手下大军呢 从陈州 许州 光州 蔡州 啊 这些州出击 陈州呢 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 许州呢 今天河南的许昌 光州呢 就是今天河南的黄川 蔡州呢 就是今天河南辱南了 而韩世忠呢 率领他的手下部队呢 禁至淮阳军 淮阳军在今天江苏 批县以南的那个地方 张俊呢 率领他手下人马 禁至渤州 渤州就是今天安徽渤县那一带 然后呢 众军 啊 严加戒备 就准备迎击来势汹汹的 这个已经撕毁盟约的 这个金国军队 金国军队这一次绝对也是全备而来 一路上势如破竹 金乌珠呢 自为统帅 他从黎阳出军 黎阳就是今天河南郡县了 迅速的攻到汴京 使得当时啊 宋朝刚刚派去的东京留守 昏飞破扇 马上开城迎降 不久呢 宋朝的南京留守啊 也向金军投降 宋朝南京就今天河南商丘了 接下来呢 宋朝的西京守将 也被金国啊 统领的这个鲁城的那一部伪军 打得弃城逃跑 宋朝的西京啊 就是今天河南洛阳了 而金朝另外一位大将萨迪赫 他在金乌珠出兵的同时呢 他也从河中出发 河中就是今天山西永济 直杀陕西 而且呢 这路金军很快就打到凤翔了 仅仅用了三十多天 也就一个多月 金军就攻破了天眷一河中啊 交给这个宋朝的许多地方 河南啊 陕西啊 绝大部分土地啊 这这儿他自己又收回去了 仅仅一月多的时间 南宋的中原地区还有陕西啊 几乎是全部沦陷 东京啊 南京啊 西京接连失守啊 失地的节奏确实太快了 快的呢 然无所适从 而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宋朝的官员 宋朝的大将 哎 他就被坑惨了 谁呢 刚刚被任命为 东京副留守的刘琪 绍兴十年三月 就公元140年 南宋呢 委任大将刘琪为 东京副留守 既然现在朝廷 给了自己新官职 刘琪肯定得去赴任呢 于是呢 他就率领一帮人嘛 主要是谁呢 主要是先前王燕 那些八字军 近四万人 包括呢 殿司族三千人 这三千人 号称是精兵 然后呢 他们从杭州过江 赶赴淮水之后呢 又吉兴军 到了这个窝口 踩走到半截 你说这就听到了 东京啊 失守了一个消息 你想 东京城都失守了 他作为 东京的副留守 你说还去不去呢 这位刘琪 还挺有骨气 肯定去啊 而后他日夜兼城 舍船路行 急驱三百里 在顺畅城 开始吞军 顺畅在哪 就是今天安徽的府阳 大军开拔之前呢 南宋的一些拔子军将士 就认为这次外出了 会驻防汴京 汴京是个大城 因此呢 这些人呢 都带着家眷 跟随自己 一块前行 大家都没料到 汴京还没到 半路遇到 新朝大军 刘琪呢 也是赶忙 着急驻将 大伙商量这事 绝大多数人都表示 金兵不可敌 请你精锐士兵殿后 不计呢 掩护老弱家属 咱们就撤回淮水 然后呢 顺流 登船 荒归江南 汪彦手下 先前这些八字军的兵士 我们从前讲过啊 都是从前两河一带的异军 这种畜臣 包括一些被招弯的盗贼 他们呢 和金军啊 先前是打过多次仗 实际上战斗力还是挺强的 但是呢 这次出军 带了好多家属啊 所以说呢 心中就有惬意了 只要老牌子 跟自己在一块打仗 你想他就有后顾之忧了嘛 刘琪一听 大多数将领啊 都是这种意见 他就挺恼怒的 马上就说 我本受命往汴京任之 如今呢 东京地方 虽然落入金人之手 军队上权啊 顺畅此地又有成可守 奈何不战而弃之 我至已觉 感言去折 定斩不饶 听主帅刘琪 这么说 八字军那些大将啊 漠然无应 唯独当时有位外号 叫夜叉的军官 挺英勇的这个人 叫许清的 他就赞同啊 刘琪说的这番话语 他当时也公开表示 刘太尉奉命守汴京 如今军事呢 扶老歇幼而来 现在我们呢 自己避敌 我们自己跑很容易 但谁又能忍心 弃父母 妻子于不顾呢 如果大家 掩护的家属 一起往回逃 途中啊 必定会被金军啊 追到 肯定我们会被全奸的 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不如我们大家啊 现在就拼死一战 才有可能死中求生 刘琪呢 文言大喜 马上命令手下 把所有船只都凿沉 就破釜沉舟啊 然后呢 他还下令 派人把自己全家 男女老少子 都放在一间古寺当中 然后在门外堆满了柴火 然后当众就对守卫兵族的说了 如果我军战败 马上放火 把我全家都烧死 以免受辱一敌 如此呢 南宋这位大将 你想他四门机心 以这样的决绝的这种行为呢 就来表明 不仅我 我的全家都要和顺畅共存亡 这样一来呢 这个就极大鼓舞了宋军的斗志 你看主帅刘奇都这样干了 八字军的家属啊 也都个个不如吃素的 家里的男丁呢 各个啊 准备战手 不是战士的 在这也换上战衣当战士了 至于家中那些女人们呢 就磨砺刀剑 做好后勤工作 全军上下 争相大呼 说什么呢 平常啊 别人气我们是八字军 出身不正 今日啊 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刘奇呢 身为主帅 他就在城上亲自都立将士 首先呢 他们把先前尾骑制造了一种池车 一种特别大的 那种手承工具啊 都敛不来了 然后在城墙上面就开始购置公式了 就加固这个城守 而后呢 兵士们又找了好多大门板 军事把这些东西扛上城墙之后呢 等于又在城墙上树立那个池车前面 把一些门板又树立起来了 得把池车给围住 由此呢 就组成了非常有效的 这临时的防御攻势 为了断绝敌人这种资重补给 使金兵失去战地后勤的支持 兼毙之后呢 肯定要清野了 所以说刘奇啊 这个人非常有远见 他马上派人 把城外数千家军民都撤入城中 然后呢 下令了一把大火 把所有的城外民宅烧成白地 忙活了六七天 宋军呢 总算赶在金军到来之前呢 巩固了顺长城的这个防守 很快呢 金兵的游记啊 就渡过影河到达城下 接着军队越来越多 把这顺长城是为个水泄不通 刘奇呢 现在城下已经设下伏兵了 忽然冲击 把这个两名金军的中级军官给抓来了 经过审问呢 就得知金军大将韩长呢 已硬在距离顺长三十里外 那个白沙窝炸下营盘了 当天刘奇连夜派遣 一千多宋军忽然袭击 哎 首战告捷 哎 把那韩长的这个驻军打得大败 此战呢 就极大鼓舞了宋军的这种士气 不久呢 金军的三路都统 葛王乌露 哎 他又来了 他就率领三万精兵 和那金国的龙虎大王合兵 然后进逼城下 刘奇作为宋军主帅 看到金军越来越多 哎 他不仅不怕 反而下令呢 手下兵士大开四门 金军呢 看到宋军把城门撕开 哎 反而生疑了 就类似于诸葛亮的空城计 不敢逼近了 心虚之下 金军呢 先开始万箭齐发 先以箭语攻城 刘奇呢 对此早已经准备充分 金军的箭矢呢 本是都被那个防御攻势挡住了 你想这么多大门板 这么多这些东西 根本就射不着人 金军发完几轮箭 哎 这个时候该宋军显身手了 刘奇早已经城上了 准备了强劲的破敌弓 然后又有什么神弊强弩啊 什么这些弓箭弄箭吧 这个时候宋军就开始从城上 或者从那原门处射向金军 宋军的啊 这种武器非常厉害 因此呢 金军被射死一片 宋军啊 几拨箭矣过后 你想金军这么多人被射死 稍稍往后撤 但是呢 刚刚立文脚跟 宋军步兵忽然就出城 金军的立足不稳 吊河里淹死的是不可圣计 当时啊 数千天气 等于一下子就被消灭掉 城中宋军和城外金军相持了四天 这个时候前来的金军是越来越多 于是呢 这些人都集结在 距离薰昌城二十里外 这个礼村 到了夜间呢 刘奇又派他手下的这种勇将 又叫颜冲的率领五百赶死队 连夜袭击进营 当夜呢 还正值雷雨天气 没有闪电 宋军的赶死队啊 就成刹那间的亮光啊 忽然而起 看到变发的人上去就给一刀 金国人呢 和后来的清兵是一样 都是变发装束 因此当时啊 趁着闪电 趁着亮光 宋军只要看到 是大辫子 马上就砍 肯定是杀不错的 惊了之余呢 军军没办法 又慌忙 再往后撤十五里 眼见这一次夜袭成功 刘奇呢 又招募一百人的赶死队 接着往前走 出发之前呢 有夜战经验的兵士 就要求刘奇了 这个大帅 您最好给我们美人发一支贤眉 什么叫贤眉啊 就古代那军队啊 他行军的时候 为了怕出声 就咬在嘴里的一种木棍 刘奇笑 他说你们用不着贤眉 我现在给你们一件新东西 大伙一看什么呢 是竹哨 就让这一百多兵士啊 你把竹哨叼在嘴里 一个宋兵咬一个 这一百多赶死队 嘴里咬着这个竹哨 手中拎着大刀 趁夜又冲入金军迎战 那两天呢 都下雨 还都有闪电 每逢哗啦一道闪电 这一百赶死队宋军 马上就奋起耳机 闪电停歇的期间呢 宋军就黑暗中趴那不动 这一百来号宋军呢 你想他们都是自己人 肯定是容易辨认的 每每听到哨声 互相一呼应 他们就一起根据哨声 呼聚呼合 当时是夜色深沉 又下着雨 又电闪来鸣 因此金军在迎战之间 惊恐万分 当时看不清是敌是友 金军自己又没有哨子 往往自相掺杀 看见黑影扑过来 过去就一刀 结果是杀的迎战 鸡尸迎野 大早晨一看 忽然发现地上死的 全部都是金军自己人 有的是被自己砍死的 有的是被偷迎的 一百的宋军赶死队给弄死的 大惊之余呢 金军将帅赶紧下令 往后再往后撤 撤到老破湾了 而当时呢 人在汴京指挥的 金军统帅金乌珠 听到自己的军队吃了这么多大亏 赶紧率领十万大军前来增援 他呢 这次来就准备全歼顺长城内的所有宋军 宋军方面的连战得胜 这个时候呢 就军将就劝刘琪 咱们见好就收 然后呢 我们全军 趁着这个金军离我们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乘船咱们退守 当时刘琪是一脸凛然 他马上就说 朝廷养兵十五年 正为关键时刻所用 我军呢 随错敌风 如果这时候后撤 重寡悬殊 敌人呢 追击我军 前功尽费 那一来 不仅我们这些人 全部被杀 敌人会成胜 尽亲两怀 直逼江浙 如此呢 平生报国之志 反称误国之罪 当今之计 有进无退 现如今呢 金乌珠率领十万金军来增援 那么刘琪手下的八字军能守住南宋的重要堡垒顺长城吗 我们下一集 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公务员的工作是633 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宋朝啊 这个官员 他们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哎 我想先问这个屏幕前的大小朋友们 你们的工作制度是怎么样啊 你们期望的休假制度是怎样啊 反正啊 我本人是挺期待什么上四休三的啊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种愿望啊 宋朝公务员的上班时间呢 你看水浒传啊 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次日武庚 杨雄起来自续画毛 称应官府 水浒传筑略呢 就这么解释画毛 各立于毛时听唱名己 于策内 己名下各画一压 此一古之 可见画毛呢 就相当于今天上班签到打卡 毛时呢 大概就是今天早晨六七点钟 也就是说 古代公元的上班时间呢 就是早上六七点 下班时间又是几点呢 明朝沈州 他有这个一首诗 木头成天习近房 与老僧夜卓 怎么写呢 临婚细语如洒沙 城中官府以散衙 由此可知呢 散衙的时间为临婚 散衙就是下班了 所以一般来讲呢 就是深时下班 深时呢 就是下午的三四点钟 由此就可以推断 这个宋朝明朝的公务员 早晨六七点上班 下午三四点就下班了 那么中间刨掉吃 这个早餐和午饭的时间呢 就刨掉两小时吧 这个宋代公务员的上班时间呢 大概也是八小时 所以这样说起来呢 一千多年前 我们古人的工作时间啊 就和我们这个近现代 已经接轨了 宋朝人上班的时间搞清楚了 宋朝人放假又怎么放呢 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 这个宋朝人的假期挺多的 而且最主要他的这个黄金粥也很多 因此呢 他的这个宋朝的公务员的 这种放假的这种生活 实际上还挺幸福的 林林总总我算过啊 这个宋朝公务员有多少假呢 我们想他这个五个黄金粥 然后这个还有七个三天小长假 21个一天的假期 再加上36天那种寻休 所以说宋朝的公务员 一年总共可以休假113天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是吗 dıäft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